注解大右法式的热情 那么这个本子在台湾有流通 流通的分量不多 这个台中联系曾经印过 我这个地方还有一本 语言中筹 那么他去语言中 这个意思是持云荣忠道之理 以天台将真俗忠三观 来注解大右法式的热情 所以称之为语言中筹 大师赞叹这个本子 这个本子分量不多 它的分量几乎跟这个药节相仿佛 不算很多 他赞叹到高深洪波 换一句话说 苏超太多了 也就是太繁琐了 云中超太深了 因此都不便于俗俗 所以他底下说 特意文富一凡 便要莫测 这个是连汐大师跟这个游戏大师 他们两个人的助击 或者出击寝食 幸运难解 或者是 这个是不肯定的词 或者有 有一些初学的程度前的人啊 这两种诸解 他不能够得利 换一句话说 以这个诸解 生起信心 法院求生净土 是比较上困难的 那么他这个就是叙说 他为什么要助药节 这个就把他助药节的原因说出来了 说出来了 故付出荣誉 再说药节 不敢于二翁敬意 亦不必与二翁强同意 那么这是说明 这自己非常的谦虚 意思就是说 也不顾自己 贫荣 欲辱 这个是大师谦虚的话 佛传就是不顾 我也顾不了这么多了 为了呢 便利于初学 程度比较前的人 所以他在做这个药节 不敢于二翁敬意 这二人之后就是指弟 廉耻大师跟这个忧戏大师 但是也没有必要呢 是勉强跟他们所说的完全相同 为什么呢 他下面有个比喻说 譬如 侧看成风 横看成脸 纵界不尽庐山真境 要不识为个个 轻见庐山而已 这一句话 含义非常之深 他这个话呢 是个双关语 看起来 这很科气很谦虚 实际上 已经把他自己 修正的境界 给我们透露了消息 这个横看成脸 次看成风 这个话 本来是苏东坡 游览江西庐山时候写的一首诗 所谓横看成脸 次成风 远近高地 过不通 不识庐山真面目 只愿身在此山中 这个是苏东坡写的首诗 那么他在此地引用 引用呢 他的意思就是 他确确实实是 见到庐山真面目了 连池大师见到了 游觅大师也见到了 他自己也见到了 这个意义就是告诉我们 他是真正亲正西方净土 而为我们来说这个要紧 纵然这个说法跟前面两位大师都不同 可是是真实的 决定不是猜测 是自己亲正的境界 下面呢 这个这是续文呢 是到此地 就介绍完了 后面呢 是五重学义 那么这个是以天台家的 奖金的方法 诸金奖金啊 天台都用五重学义 学义呢 就是金中 学庙的意义 在没有讲经之前 先把它说出来 换一句话说 没有讲全部的经文 先把全经大义 做一个综合的介绍 就是这个意思 使我们 以很短的时间 对全经代要 能够 了然于胸 这样才能生起欢喜心 来深入 研究啊 这个经文 不至于茫然 而没有头绪 那么天台家 他用 五个段落 就是用五段的方法 来介绍这个概要 而学手 就是华延宗 他介绍一部 大经的 这个学义 用的方法呢 比天台家要繁琐 他是用十个段落 叫圣门开启 当然十个段落 比五个段落了 就要繁琐太多了 所以自古一来 这个纵然不是学天台的 他这个讲经 诸经呢 都喜欢用天台的方法 那么欧夜大师 年轻人